李嘉诚的两个儿子李泽聚与李泽凯 相对而言李泽凯更为活跃 也更显得随性 虽然也不是那种特别高调之人 但是在不少场合 尤其是一些能够与员工互动的场合 还是能看到他的身影 而每一次看到李泽凯 给人的印象就是随和亲民 并且活力满满 完全没有58岁男人的老程 有腻感 而李泽凯的哥哥李泽聚 那又是另一种画风 现年60岁的他多年来都非常低调 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只能在股东大会 或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商务活动中 尽管霍启刚和郭晶晶 这对富豪夫妇平日旅行是低调 然而随着霍启刚事业的日益成功 以及他们深受大众喜爱 他们在娱乐界的曝光度并不低 而在超级富豪家族中 真正保持着低调姿态的 无疑是李嘉诚的接班人 他的长子李泽聚 尽管自幼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但李泽聚与李泽凯 或其他富家子弟 如何超穷截然不同 他宛如隐形人般默默无闻 从未传出任何负面新闻 更不用提那些娱乐八卦了 这位千亿富豪的继承人 低调的像个隐形人 从来没啥负面新闻 更别提什么娱乐八卦了 最近60岁的李泽聚 参加公司会议 难得有他的近照流出 看到照片的网友都惊呆了 这是李泽聚吗 怎么老成这样了 照片里的李泽聚 穿着正式西装 可那头花白的头发 和暗淡的脸色 让人一下子认不出来 脸上还有些斑点 眼神透着疲惫 整个人看起来没啥精神 虽说60岁了 但这状态也太沧桑了吧 想想他爸爸李嘉诚 都96岁了 还是精神抖擞的 再看看57岁的弟弟李泽凯 虽然发福了点 但整个人还是容光焕发的 李泽聚这样子 让人忍不住猜测 是不是接手家族生意太辛苦了 六年前李嘉诚宣布退休 把千亿生意交给了长子李泽聚 从那时起 李泽聚就很少公开露面了 李泽聚这个人 可以说是香港富二代里最低调的一个了 别的富二代整天上新闻 他倒好几乎从不露面 媒体想找他的新闻都难 更别说什么负面报道了 李泽聚21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 二话不说就进了家族企业 从那时起 他就一直兢兢业业的在公司干活 三十多年如一日 李泽聚从没想过要走别的路 跟那些整天花天酒地的富二代比起来 他简直就是个另类 李嘉诚退休的时候 把接班人的位置交给李泽聚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么多年来 李泽聚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有媒体报道说李泽聚的生活简直无聊到家了 每天下班回家就陪老婆孩子 连个爱好都没有 你敢相信吗 这么大的富豪竟然跟爸爸住在一起 这种生活方式放在其他富二代身上 估计早就受不了了 李泽聚在感情方面也是一根筋 他跟老婆王丽乔是一见钟情 结婚三十年感情稳定得不得了 两口子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这么多年从来没传出过什么绯闻 在这个圈子里 李泽聚的专一程度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 要说专情 可能只有霍启刚和赌王二房的何游龙 能跟他比比 其他富二代 像他弟弟李泽凯那样多情的大有人在 说到香港的超级豪门 李嘉可以说是最注重隐私的一家了 其他富豪出门带个保镖就算了 李嘉诚在保护子孙这方面 简直到了夸张的地步 你们猜怎么着 李嘉诚和李泽聚一家住的香港豪宅 简直就是个小型要塞 李泽聚的四个孩子 住的房间堪称安全屋 窗户上装的可不是普通玻璃 而是防弹玻璃 豪宅里还有保镖24小时巡逻 跟电影里演的特工总部差不多 李嘉人出门 那场面更夸张 每次出门都有一大帮保镖跟着 搞得跟总统出行似的 最神秘的是李家的孙辈们 特别是李泽聚的长子李长喜 这些孩子的长相一直是个迷 李嘉诚的七个孙子孙女 目前只有一个人的长相被公开过 这个幸运儿叫李斯德 27岁了 为啥他能露脸 原因很简单 这小伙子已经开始在李家的公司里 担任要职了 看来 李家对下一代的保护可不是开玩笑的 不过话说回来 李泽聚这种低调的性格 还真挺适合当接班人的 一个从不惹是生非 专心打理家族生意的人 不正是最理想的继承人吗 李嘉诚选他接班 看来是有原因的 再看看李泽聚的孩子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长啥样 但从李家的这些做法来看 下一代的接班人 很可能就在李泽聚的子女中产生 毕竟像李泽聚这样低调 专一 勤恳的人 教出来的孩子应该也差不到哪去吧 李泽聚的成长经历 简直就是一部完美继承人养成绩 从小 他就被父亲李嘉诚当成接班人来培养 李嘉诚可不是那种密爱孩子的富豪 他对李泽聚的要求异常严格 李泽聚从小就被要求学习各种语言 除了中英文 还得学法语和日语 李嘉诚的理由很简单 做生意要跟各国人打交道 多会挤门语言总没坏处 大学毕业后 李泽聚没有享受富二代的生活 而是立马进入家族企业 他从最基层做起 一步步学习家族生意的运作 李嘉诚还特意安排 李泽聚去不同的部门轮岗 就是为了让他全面了解公司的各个方面 这种严格的培养方式 为李泽聚日后接手家族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 李嘉诚宣布退休 正式把帝国交给了李泽聚 这一刻 李泽聚用了近40年的时间来准备 接手家族企业后 李泽聚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延续了父亲的经营理念 稳扎稳打的发展家族事业 在他的带领下 长河系的业务继续稳定增长 李泽聚还特别注重科技创新 大力投资新兴科技领域 有趣的是 李泽聚虽然是千亿富豪 但生活方式却异常简朴 他不喜欢奢华的生活 平时的穿着打扮也很普通 李泽聚曾经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表示 我从小就被教导要节俭 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 这种朴素的生活态度 或许正是李嘉能够积业长青的秘诀之一 看似平淡无奇的李泽聚 其实是李嘉诚精心培养的结果 他的低调、专注和勤恳 正是一个优秀继承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 李泽聚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富二代 他没有光环加深 但却是千亿豪门最完美的继承人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是能干之人 继承了常识的是李泽聚 李泽凯则是另起炉灶 李泽聚在2012年获得了李嘉诚的首肯 正式成为继承人 得以接管长河系全部资产 其中股份就有40% 还有22家上市公司 市值超过8500亿港币 而李泽凯没有继承家业 但是李嘉诚也做出了妥善安排 不只是对其在生意上提供资金支持 也通过家族信托基金 让李泽凯能够从长河分红 李泽凯能够从长河分红